-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虾米 今天虾米测带来的就是国内first合金系列的两款忍者神规作品中的反派了 小露奇和克朗作为统练力给所有观众小伙伴带来欢乐和热血的作品 可以说是承载着一大人的回忆 动画里反派史莱德演绎了许多故事 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位IQ超高EQ超低的人者大师 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明明他长得才是最真派的呀 时隔多年呢虾米第一眼看到他不经意想问一句 啊是你吗苏罗大哥 另外一位反派克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有着几乎是童年阴影般的造型 说了这么多 还只是一下激起了许多童年回忆的浪花 那么这次我们就把试点锁在了这两个经典的反派身上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首先是忍者大师小露青 包装呢可以看到漫画风格强烈的角色肖像霸占了整个正面 除开这种方楼狗之外就是角色的名称 其实当时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叫他坏忍者 盒子背面则是展示了这款产品的各种造型动作 虽说盒子并不能看到主体 但是背后缝补的可动展示以及配件 似乎在勾引着玩家马上打开盒子一探究竟 内包吻双层吸附塑料设计 第一层为主体 武器架以及头盔和手上的爪刃 第二层则是全部的武器配件以及各种替换手型的 在配件上来说 这款小卢奇的配件可谓是十分的丰富 这一点嘛 显得挺有诚意 Cross的合金的这款小卢奇高度为23厘米 重量约为370克 部分身体使用了合金零件 如脚步 头盔和可动关节等 增强了整体强度 正来把玩 适当的配置也让站立和摆各种pose显得游刃有余 不过要留意合金头盔尖锐的部分非常的危险 在拆装的时候玩家们可需要多加留意了 除此之外呢 大部分都为塑料材质 可以放心把玩 值得注意的是 身上的装甲刀刃虽然看起来和头盔一样 不过这里却采用了软胶材质 很大程度的降低了把玩式的威胁 上半身的刻线装饰 对于当时拔起板动画中的样子要惊细了不少 四肢的暗色不分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原创的设计 而整体风格嘛 还是比较贴合童年的那种臀部感 下半身为暗灰色 上面的纹理为浮雕式设计 广华的图案和磨砂的底纹看起来很有质感 小腿部分的护甲也为塑料材质 金属涂装呢 看起来和合金零件的差别并不大 披风的材质为布料 两侧都缝制了可以固定造型用的铁丝 对于喜欢二造型的玩家而言 这种设计还是挺讨喜的 披风上端与身体结合处则是软胶材质 与布料的披风基本没有色差 看起来也并不违和 霞米试图在这款产品上探明角色的真面目 不过脸上的面具并不能取下 重力嘛 只好放弃了 头部没有可替换的设计 取而代之的是可以替换的两种头饰造型 霞米觉得还是戴着头盔的样子比较帅了 另外 这款产品的眼睛部分盖了全白的涂装 与我们比较熟悉的87版形象有所差别 产品这次付下的配件可谓是丰富 长棍 双叉 双结棍 武士刀 以及一把可以变形的大刀 可以看到主角四人的武器种类都有搭配 作为忍者大师 实之名归 武器架的增加以为众多配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战士收纳 在武器架上还可以看到风铃火山的字样 把所有武器配件和主体放在一起成列出来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双结棍的连接部分采用了金属材质 需要注意的是尖锐部分的地方都比较扎手 双叉同样也有着尖锐的设计 不过整体材料比较脆 在安装时可要多加小心呢 武器虽然是配件 不过涂装和装饰纹路的制作也都是挺用心的 单手刀可以特别拆开 变形为双刃刀 在可动性上 头部活动范围很大 有人体正常活动空间 先将头部旋转过来 这里的头盔可以拆下 之后就可以用来安装替换的发型了 手臂这里增加了一个活动关节 胸部前后可以大范围活动 但是并不能自由摆动 腰部活动的关节也是可以旋转一周的 肩甲可以自由活动 并不会影响手臂侧台 手臂有多个可活动关节 可动很不错 各个方向都游刃有余 手肘弯曲 由于受到手臂外形的影响 大概只能90度左右了 手掌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 而手指部分则采用了软胶材质 皮封内置了可塑形的铁丝 所以可以很自由摆出各种造型 这里可以看到连接的螺丝 隐藏在皮封后面也是个很聪明的做法 大腿可以大范围内外翻动 助力机关很紧实 侧台90度压力也是标配了 腿部后台接近90度 前台90度没问题 关节采用了齿轮关节 摆起来咔咔咔的声响 手感很不错 膝盖弯曲也是受到了腿形的影响 只能做到120度左右 脚步接近性不错 这里只能向内接地 不过向外接地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意义 当初看到这款史莱德的时候 会加成颇高 以至于童年回忆内的模型手办 一直都是比较有好感的 而这款由FIRST制作的核心史莱德 从做工和造型等方面做到了比较良好的品质 虽说在一些零件组合的地方 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不过也还算无上大雅 把玩起来的体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 而500元的售价 加密个人比较推荐给怀教的同学 当然 如果小时候木有接触过忍者神龟游戏 或者动画的话 肯定会比较陌生了 主要是我小时候 跟哥哥们一起打通过小霸王上 横板过关的忍者神龟 对他可是硬抢 超级深刻啊 死了无数次才过关的 现在想想 当时FC上几个忍者神龟游戏 它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玩 接下来的这个克朗 外包装和同系列的史莱德 完全不一样 横盖设计在了一个抽拉式的包装里 在包装上 这个克朗逼格更高一些 克朗配件就非常少了 只有替换在手上的一堆斧头 以及肚子里的本体外星大了 好像动画中 它也没有特别多的武器 简单的安装一下 即可呈现完整形态 这款克朗的主体肥肠成 高度为27厘米左右 肩甲以及脚部都采用了整块合金制作 再加上顾头比较大 所以拿在手里非常有分量 手型虽然不需要握持武器 不过也采用了软胶制作 手感的类似硅胶比较柔软 在手指关节处有球形关节的结构 但是可动性并不怎么好 全身乍看是肉糊糊的 仔细观察还是能找到很多动画中的样子 全身都有机器临近的刻画 这些线条倒是和各个关节比较搭调 所以整体看起来一体性很强 而肚子里的本体分外显眼 这个家伙几乎是完美 完乐动画中的表情造型 与2D的动画不同 做成产品后的造型显得更加生动 看起来非常像一坨老花 吃了会不会涨零食呢 而头一次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点黏糊糊的手感 安放大了本体的肚子部分 也可以看到十分细致的座舱内部 不过塑料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主体背部可以发现有电池舱 以及非常明显的开关键 这里嘛就是可以把肚子内的座舱点亮的开关了 在开灯之后 照射面积有些小 效果并不理想 拿出来后点亮的效果倒是十分的帅气科幻 最后下面想说的是 这个脸的样子总会让我想起上个云盾 你们有没有同感呢 克朗的可动不如史莱德要略薰衣冲 首先呢还是头部 正常火动范围是有的 胸部有些可动 不过受制于上半身的重量 这种可动就略现无用了 同样的也不能左右侧板 肩脚可动性并不好 对手臂有些限制 手臂的设计和史莱德一样 不过由于过粗会对关节形成造成影响 这里可以看到 手指部分是有球形关节的 而且同样使用了软胶材质 腿部可动性比较差了 对口方向只能做一些侧板 嗯 谁让你腿这么粗呢 膝盖这里呢 虽然也是双段式关节 不过同样是受制于大粗腿的造型 只能做一些基本的活动了 相比起同系列的史莱德 这款克朗在可动的表现上 逊色了很多 基于原造型的原因 动作上能有很多限制 所以导致了这款克朗 在把玩的乐趣上少了很多 更适合战施 不过该有的续节 都有意义照顾到 作为忍者神规中 这两只印象最深刻的boss 现在如果在成队出现的话 还真的是极情满满 在看到这两款产品之后 是不是勾起了很多童年回忆呢 相信有不少玩家 对于产品呢 有了自己的一个衡量 瑕米也是非常开心 能重温这一部儿时的回忆 另外在这一期 加密我也为各位粉丝们 准备好福利了 将会抽群两名讯伴观众 送出first的这款 合金史莱德 抽奖方式码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浪微博 虾米大魔王 在first的合金史莱德 和克朗主题里 转发并 at一位好友即可 获奖名单呢 将会在下周六的节目中 公布并送出 到时候中奖的同学 就可以好好把玩一番 回忆下童年了 节目的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 新浪微博 虾米大魔王 获取节目最新动态 同时也可以加入 我们的贵贵群 交流探讨 分享我们对魔王的爱 和获得的快乐 同时也感谢以上合作伙伴 对节目的支持 大家的支持与回复 一直是虾米大魔王 前进的动力 虾米以后 也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 更好的节目品质 最后 祝大家生活幸福长伴 开心相随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